7月7日晚间,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,副主任彭国府被双开的消息,经查彭国府宣扬个人政绩,捞取政治资本,违规举债,虚假化债,大搞统计造假,数据造假,结交政治骗子,在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影响力,为亲友牟利专项整治终搞虚假征诈,严重破坏地方政治生态,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。 搞全色,潜色交易,对家人不管不交,大搞家族是否败,利用职务便利,为他人在项目承担,企业经营等方面不利,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,决定给予彭国府开除党籍处分,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,终止其湖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,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,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查机关依法审查其罪,所涉财物一并移送。 2016年3月,时任怀化市委书记的彭国府,在接受湖南当地媒体采访时,曾大谈自己的家族,他当时甚至说,儿子结婚的时候,按照中央的八项规定,没有请客,亲戚朋友一起摆了七桌,重庆市委党建门户网站七一网,在彭国府被查后的一篇文章中,援引一名怀化当地人士的说法,婚的确只请了七桌亲戚,送钱的人绝不止七桌。